影帝刘德华跟古天乐7月22日连同导演邱里涛还有搭档苗巧伟 应彩儿周秀娜魏施雅等一起在香港取得邮轮码头 为芯片扫毒2天地对决举行首个宣传活动 一众主创拿出扫帚把埋在地上的毒字扫落出来 果然是非常点梯的仪式呀 制片人之意的刘德华表示 剧组花了上千万跟五个多月时间搭建了1比1的中环地铁站 这情节貌似跟旧座彩蛋专家有点类似呢 这也是华哥自坠马意外后首次的回归大荧幕 不知道他紧张吗 我没什么紧张 其实有一段时间静下来 然后好好的去想这个 其实这个戏也想了很久 从刚刚开始收到大家 本来是想派菜单的 但是菜单想想想半天想不到要拍什么 然后导演就说我们先派扫毒吧 那就从我想应该是从大概八个月之前开始想 这年时间比较空闲会想的比较多 刘德华称跟古田乐在戏中是坏人又是好兄弟 到时候还会跟古仔在地铁站中有撞车的场面 真的令人相当期待哦 不过华哥之前经历过受伤 现在一来就这么刺激 会不会不太好呢 你怕动作吗 我怕的 你怕的 没有 我看贪囊 你打厉害 周星 你不是之后我怕的 我们这一次没有 就是真的体力上面的那个动作没有太多 只是一些比较科技啊 或者是一些车啊 开枪啊 跟无间道的那个年代 就是那种感觉动作没有像贪囊那么体力的 它不是体力火 所以大家放心 另外最近出版的小行星通告 显示新增了45颗中文小行星命名 发现其中4颗小行星以香港著名艺人命名 分别是张国荣 梅艳芳 刘德华跟古天乐 被问到感受时 刘德华比较冷静的表示 天上的小行星比地球上的人类数量更多 不过从来对自己做善事都不回应的古天乐 这次就显得相当兴奋 首先 昨天有一些朋友问我 我第一时间是不懂反应 因为没有想到的时候 有一个姓姓的名字 用我们的名字去感言 但是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 是很荣幸的 然后周轩 未来有一天 跟家人抬头 看天的时候 知道要一口一口 星星是我的名字 我也觉得 是一个很好的古意 但是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 幸福就没有 就谢谢那个 那个朋友 他们找了四颗星星 让我们四个艺人都有这个荣耀 这样 那里面就是爸爸的名字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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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长大以后 看他怎么样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